翻開筆記本 布子會說話 劉宥誠 渣渣實實的努力 更認真不用多說 每一個字 每一張圖 都是他上課的筆記跟實作的心得 國中就錯學的他 能夠寫出這樣密密麻麻的筆記 可想而知 他下了多少苦功 奉陪他的東西 主要就是他的運動 他還在上面的天氣 他還在上面的湿氣 有時候你如果說 剛才我一個不住民 他的東西做出來 他就是說 每天都是什麼樣的 所以說 我就是都在家 營營 我就是在那邊寫 不然就是在那邊記 日本的胖子 那裡有什麼湯總有的 我自己說 我是說 寫得冰冰冰 對一個時間要熱粉 對一個時間要起粉 對一個時間要熱油 對一個時間要去紐約運動 對一個時間要去平民 我都跟他打算多好 65年次的劉宥辰 國中就錯學 有9年的人生在獄中度過 他不會沿2012年出獄之後 其實很多過去的朋友來找他 窮到沒錢的時候 媽媽 周遭朋友 還有更生人保護協會的支持 是他走下去的支柱 說到了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兩個女人 老婆跟媽媽他忍不住紅了眼眶 那個時候我跟我媽媽說 雖然說沒有錢沒有關係 但是我不希望說站進去被人家關 當時那個時候我就想要走那個會不會投入了 但是我是想說那麼多人在幫助我 那麼多人在照顧我 我怎麼可能可以說讓大家失望 劉宥辰努力向上的精神也感動了知名的媒體人李濤 多年前邀請劉宥辰上過節目之後 兩個人變成了好朋友 這一次考取了以及證照 李濤也特地趕來送上祝福 然後當時其實有很多人告訴我們說 阿欣很容易回頭再去走不歸路 因為他那時候實在太苦了 他過去每一天有時候可以一天花幾萬 甚至於幾十萬新台幣 但是你要看看一個人 一天賺不到一塊錢 然後挨餓幾天幾個月 甚至於一兩年 他還是堅持要走正路 我覺得這樣的人是值得大家尊重 是值得大家給機會的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這個情況 所以我們一直關懷他 跟他聯絡 我們有各種的演講的時候 也請他一起去 然後有更多人認識他 所以阿欣到最後他的麵包 不只是做得好 而且特好 而且裡面有很多的愛心 因為阿欣還常常拿著他的麵包 送給很多老人家這個公益的單位 這在在都顯示出來 只要有心堅持 絕對可以做得到 阿欣加油 四年內考了兩張秉級 一張以及證照 劉宥誠常常累到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但他努力克服所有困難 力爭上游的精神的確讓人感動 他也勉勵所有的更生人 未來的路由自己創造 只要肯認真肯做 就一定會成功 開破新竹增圍輪蔡文綺採訪報導 那來這邊 谢谢观看